持续关注的是最新消息 在基隆北海岸这边 最近出现了大量的 保力龙海钓船 海巡人员觉得讶异的是 其实这些原本是 单人无动力的小船 但是现在居然出现了 动力船外机 不但续航力更强了 附近的居民 渔民也担心 缺乏管理的情况之下 不但影响渔货 万一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几艘保力龙小船 停靠在基隆外木山海边 小船上几只钓杆 几个水桶 钓客只要再穿上蛙鞋 用踢水的方式 就能乘着小船出海捕鱼 不过这小船最近又有新发明 钓客搬出船外机 先用人力出海 等到要回来的时候 船外机一启动 马达速度加持 就能迅速回到岸边 不过根据了解 钓客搭小船去捕鱼 运气好 一个晚上就有好几万渔获收入 加上个体护海钓船 越来越多 恐怕对渔民来说 也会造成不变 都比较少年的时候 现在都再来判断 相关机关能尽快制定 相关的法律 以利我们执行的单位 可以去做 开劝脑袋的动作 那目前都是以 柔性劝导为主 小小一艘海钓船 安全问题堪律 除了希望尽快立法管制 也提醒使用者小心 人身安全为上 借助丁荣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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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